歡迎收看彭哥富裕路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今天禮拜五的行情 在我們從前面就一路 一直規劃一直推延 不斷的一時 告訴同學們一定要選對趨勢 我們看 國劇從1000多塊 我們現在已經跌破了600塊 又破了前面的地點 587這個數字已經破了 所以我們要告訴大家 做股票做對趨勢很重要 不管做多或做空 我們都有一套判斷的法則 幫助你趨急避兇 那今天我們討論什麼呢 動足先機先求不賠錢 掌握趨勢攻擊示範 就是我們告訴大家 我們前面發現很重要 不要事後才來後悔 這是彭哥要告訴大家最重要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在沒有任何利空消息的時候 股價開始崩跌 噗 股價開始崩跌 如何取得 轉折準備要往下的那個 先機 今天彭哥用股價結構告訴大家 好 這是昨天晚上美光 美國第一任大廠美光 他的一些新聞 那中間的一些內容 留給其他分析師去做分析 今天 我們講的就是做股價 嗎 怎麼樣子 我們不要受任何的一個新聞影響 我們如何用一個 指標 光一個指標就可以告訴你 比任何的新聞 比任何的分析師 還要準 就告訴大家 昨天美光跌9% 那今天我們的什麼標的呢 來看一下 我們的標的就是7月18號 BG38檔裡面的一檔股票 什麼 南亞克 就南亞克 在當時 中間過程 我通通都有讓我們同學知道說 彭哥一直在Follow南亞克 而且也告訴我們的同學 這支股票 你一定要好好的掌握 被動元件不敢做 怕他突然有漲停 那你可不可以選擇其他標的 可以吧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讓大家知道 藍亞克我們做什麼樣的好事 好 好 藍亞克 好 這邊 先告訴大家 7月18號 BG38檔 這個我們就在這邊公佈 他當時的位置 84塊 跌破方向線 跌破 跌破方向線 跌破能量線 而且這個訊號叫做標準的什麼 一根吞噬 我們講的一根吞噬的一個攻擊法 你學會戰鬥K線的判斷方式之後 一路的爆 一路爆到最後 彭哥在做圖的時候 他是60.2 現在的報價已經跌破了60塊 已經在60塊以下 所以這樣一路滑下來 至少你賺了29% 我告訴大家 一路下來你就賺29% 29%有多少 10萬塊的股票 你就剩7萬 10萬塊的股票你就剩7萬 找個零還有7萬多 但是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沒有賠錢 我還讓你做什麼賺錢 這就是順勢跟逆勢的差別 你看 相同的10萬塊 一個剩7萬多 一個是賺將近3萬塊 13萬跟7萬差多少 差了6萬 差了1倍 將近差了1倍 所以你看 只是一個商城而已 就差了快1倍 好 所以很多人就會說 彭哥那你到底有沒有做 我跟你講我自己做 都不重要 我做10張說100張 人家也不會說 反正就是 利武勤你敢去做嗎 可是我們要的就是 今天彭哥的使命是什麼 幫助大家不要賠錢 還能賺錢 這是彭哥的宗旨 所以我們不能只讓彭哥賺錢 我要讓所有的同學 開始感受到賺錢的威力 所以我們絕對不能出一張嘴 當訓練好的同學 我們就要要求他做多做少 至少要有做 這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從一張開始做 就告訴大家 有多少錢做多少事 我們也有上千萬的同學 我們也有只有 50萬60萬的同學 學好方法之後 你看一個月幫自己多賺一些 3萬5萬都好 幫助家裡改善生活品質 這個才是我們要的對不對 好 所以這是我們的地方媽媽 這是我們地方媽媽的一個 自己的一個操作單 今天一樣樂乎乎的 告訴大家 我們阿惠媽媽 熱心 因為有賺錢 真的很想要幫助他 幫助大家 因為他誠心就是現在 我們操作不順利的同學 他也經歷 今年初他其實也經歷過一段 不順的股票 他已經把所有的股票出掉 包括還遇到一次 股票下市 所以我們先告訴大家 他有遇到股票下市 但是他不氣餒 重新調整之後 重新再出發 所以 現在就等於是 人生病 假設身上有癌細胞 你就是不好好把清楚的話 他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他一次把所有壞的東西 全部解決掉 重新調整他的持股之後 來 南亞科 位數跟我們的 良德電 良德電現在沒有動 沒有關係 我們後面可以慢慢讓大家知道說 這三支股票有多麼兇 在8月初我們就開始操作 彭哥7月中就開始做 但是我們地方媽媽 8月初就才開始做 但是沒關係 只要有心時間都不先晚 只要有心時間不先晚 我們只要轉折 我們就切入 這是很重要的 做單就是要趕下單 所以你看 這邊的價差 跟現在的一個 限價 其實都超過了20% 20個百分比 彭哥有30 將近30% 他也有超過20% 是不是 我們就讓大家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不管 我們講的 包括上禮拜我們講的GIS 我在上課的時候 在台南上課的時候 也告訴大家GIS很危險 有聽到同學的時候 當下在禮拜一 有持有這支股票的趕快出掉 出掉之後後面連續 再殺三根 再殺三根 將近都是跌停板一個價格 馬上幫他省兩支半的跌停板 這是看到不對的就會多 因為我為什麼要告訴大家 因為大家在沒有學習的時候 你會什麼 你會做什麼事情 你會做飛河撲火的事情 你會覺得那邊有亮光 你就衝進去 可是那是一團火 是因為你不懂得這是人性 主力就是利用人性的力量 把你的錢全部吸幹 所以彭哥要在這邊要告訴大家 你如果要抗拒被吸幹的話 你好好學戰鬥K線 這很重要 我不會是因為想要賺你的學費 而叫你一起來上 我現在都是在做驗證 我都是要讓你看到 彭哥做單就是很實在 我們的 我們教學也很明確 不會忽多忽空 用9981個變化來告訴大家 這才是專業 你知道我拿一支刀子 我就會砍 砍遍天下無敵手嗎 我用三條均線 我就會解決 市場上面最強的 不管是分析師 或是什麼 操盤達人 我都可以跟他挑戰 我或許 我不能掌握當下的趨勢 但是趨勢只要來 讓我抓到 我絕對可以消滅對方 這很重要的 因為你學一個方法 你要知道這個方法的優勢跟缺 缺點 優勢的時候要用權力使用 缺點的時候你就要好懂得防守 所以彭哥不會天天過年 但是我一定會讓你一波 一波讓你獲利過好年 好好驗證 想學 我們現在很多同學都在問了 我希望就算沒有時間 你真的 撥個時間 我認為沒有任何事情比賺錢 來第一要務 除了親情之外 第二個 就是你的財富人生 你對於你財富人生很重要的話 今天彭哥就告訴大家 你一定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你要不要改變的現狀 尤其當你現在 假設你是操作不順的人 你一定要趕快調整 因為現在不是盤整盤 我告訴大家 現在不是盤整盤 這很重要不是盤整盤 是趨勢盤 你用盤整盤的做法 在趨勢盤來講 你也疲勒 這是很嚴重的一個告誤 我們嚴重告誤 當他如果轉成多方趨勢盤 彭哥後面我們會演給大家看 我也不會事後在那邊學人家喇叭 盤中 盤中我們就可以讓大家看到 我們的Light 8 是不是比別人的GMO 那個盤中實戰的豐富度 是比別人還很多 別人只是在那邊貼分 解析文解析現在當下 但是他們給你一個明確的方向 他有沒有給你一些操盤的 的知識 或是優點或是缺點 有沒有給你 沒有 這是我們要告訴大家的 所以最終的結論 今天的結論是BG38檔 熱門危機股還是持續向下 在我們今天講的南亞科 他進入崩跌模式 他沒有吞噬 吞噬就要上漲 要把下跌給消滅 沒有吞噬沒有改變 加權跟三大族群 在昨天彭哥解盤已經告訴大家 加權已經跌破了能量線 跌破之後 後面你就要注意 那現在他是同步的轉空 這四個族群 通通都轉空 連大盤全資股都轉空的時候 你一定要小心 多方的危機是大陣的 好 所以 如果你想要積極正面 想錢 做空不知道怎麼抱住的話 來找彭哥 做多商道的來找彭哥 彭哥絕對會讓你反敗為勝 這個是一個一種信念 你相信我 你一定會生長 不相信我沒關係 你可以持續再去找 因為彭哥是從失敗中 轉為成功的經驗 所有會我們講失敗為成功之母 只有失敗過才會知道 為什麼會成功 沒有跌過膠真的很危險 為什麼要打疫苗 就是怕生大病 但是真的生大病之後 你後面就會真的珍惜自己的身體 這是我們要告訴大家的一些 人生哲學跟賺錢理念 這個很重要 下午 彭哥 我們會開始 讓大家知道台北 我們我們下一個禮拜的 台北的上課的資訊 如果你想要改變你的人生 思考一下 花個兩天九個小時的時間 來給彭哥 我們講思維改變 我們就把思維改變 思維改變之後 你自然而然 你就可以站在趨勢的腳步 跟著彭哥一起到獲利 這是彭哥能給大家的 希望大家聽得進去 彭哥富裕路 我們下周見 拜拜 拜拜